鳳正偉昨天又講 他是在2014年國民黨執政時期 他就以科技顧問的身份進來行政院 所以他說那個時候就開始有小編 然後必須要應付這個時代的媒體 所以可能有一些離職的小編 他有他個人的看法 但是其實大家如果去看民進黨執政之後 尤其是蘇貞昌院長上任之後 在網路上面的宣傳的圖片跟小編的風格 他是以幽默見長 並不是那一個人所說的 以什麼要刷憤怒指的這些內容見長 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樣的走向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見解不同 那有些國民黨時代的漏習 我們也盡量再改 所以唐鳳正偉他很清楚說 從2014年馬總統實際下進來之後 到現在的改變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常志的邀請您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將實質的幫助 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 臉書粉絕